当地时间2月14日,福布斯杂志发布了2019年香港前50大富豪榜 李嘉诚依然以323亿美元高居香港富豪榜榜首 这也是李嘉诚连续21年位居榜首 但相较于去年,其财富缩水了43亿美元 恒地主席李兆基身价减少8.81%至300亿美元,排名第二 而变化最大的则是李锦记集团主席李温达 其排名由去年的第11位升至第3,身价达171亿美元 较去年的89亿美元增长近一倍 香港富豪榜的前三位均由李氏企业家包揽 而在前10名榜单中,唯一一名女性富豪为新鸿基地产的前主席邝肖清 身价达150亿美元,位居第5位 刘奥雄名列第4,吕志和吴光正、蔡崇信、米高、佳道里 蔡正明分别获榜单的第6至第10位 由于自去年公布榜单以来 香港恒生指数下跌9.4% 加上房地产市场走软等因素 榜单前50名中共有23人的身价下跌